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悲情剧 以唤起民众的恻隐之心 然而随着医院对他认真的治疗 民众也开始相信他是真的病了 然而事情的反转也使人们吃了一惊 他刚入院的时候 军队医院对他实行了大剂量的治疗 给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血清 还给他使用了各种药配合在一起的鸡尾酒疗法 在这一背景下 他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所以三天之后他就出院回到了白宫 而且摘掉了口罩 说我身体好了 一切都正常了 但是过后不久 他的白宫幕僚队伍中间 就有三十多个人被检测出 新冠病毒阳性 换句话说 有可能特朗普就是那个最大的传染源 他虽然在药物的大量的支持下 他可能显得恢复了正常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可以传染别人的病毒携带者 从那以后白宫每天都要搞几次消毒 连他自己的女儿伊万卡也选择搬出了白宫 大概是怕他这个不着调的父亲传染他 怂恿大选大概是治疗新冠的最好的药 因为参加竞选的冲动 使得特朗普很快就找到了那种 莫名其妙的亢奋与激情 他跑到那些摇摆州去大造声势 参加大型的群众集会 并故意摘掉口罩 与当地的听众互动 听着摇滚音乐 扭动屁股 起舞 他丝毫不考虑 他可能继续扩大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 在他的病情上 白宫的特朗普医生 与美国的传染病专家 白宫的医疗顾问福奇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因为白宫的特朗普专门医生说 特朗普已经好了 他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传染性了 但是福奇却不得不乐观 福奇认为 特朗普现在的现象 可能是表面的 因为这个病毒 不会那么快就过去 所以要完全恢复体力的话 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 如果特朗普如此耗费精力的 去搞竞选的话 可能会大大的损害他的身体 将来万一他的身体支撑不住的时候 病情再度激化的时候 那么可能事情要严重的多 若福奇说的是真的话 那么特朗普现在的这些做法 完全有可能传染更多的人 无论如何 特朗普的这番举动 造成了美国民众的严重分裂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川粉们 根本不会顾及 被新冠病毒传染的风险 他们一定要去参加 特朗普的那些竞选集会 谁也不敢保证 在那些人心中间 有没有一些 没有症状的那些病毒携带者呢 如果他们接触 感染了更多的人呢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疫情似乎有 第二波卷土重来的迹象 这些新增的感染人数 恐怕跟这些美国 不断地举行大型的竞选集会 之间脱不了任何的感激 特朗普的怪断行为 引起了反对他的意见的上升 特别在佛罗里达等那些摇摆州 那里的选民年纪大的不少 而新冠病毒的受害者 多数为年纪大的人群 因此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民认为 特朗普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是对他们生命安全的无视 反对特朗普的声音 因此而不断地上升 然而 即使民调证明 拜登与普朗普之间的差距 在不断地拉大 也不能完全反映出 最终投票的结局 2016年的时候 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对证时 民调也一直显示对希拉里有利 因为在参与民调的过程中间 反对派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而默默地支持特朗普的人 是不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民调的 所以民调并不能够完全客观地 反映出美国选民的真实想法 就在人们对特朗普的疫情 议论纷纷时 他的对手拜登那个阵营里面 也传出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新消息 先是跟拜登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的助手被报患了新冠肺炎 接着哈里斯本人也被报 检测新冠病毒阳性 那么拜登本人最终会不会也被感染呢 拜登还能坚持多久呢 美国大选比最后投票的期限 只有两多星期了 而随着竞选运动的激烈化 拜登与特朗普这两位 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 会不会被泪趴下呢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 这真是今年美国大选的 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说实话 尽管美国今年的大选的气氛 还很热烈 但是除了双方的互相公结之外 特朗普一方却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竞选纲领来 本来作为竞选连任的总统 竞选纲领最容易的就是拿出他这一任前四年执政的政绩拿出来炫耀 特朗普本来想拿资本市场回升 就也增长这些数据来说事 没想到疫情以来 他本来想拿来炫耀的各种各样的政绩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特朗普剩下的就只能是抹黑中国 拿中国病毒来说事 如果说特朗普的新冠病毒感染 只是今年美国大选中间的一个小插举的话 那么他的败选却可能真正引发一场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的悲剧 前不久 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在密西根州抓了十几位白人民兵 这些白人民兵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们在谋划着要把该州的州长抓起来当人质 后来美国又传出消息说 这些人还曾谋划要把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也抓起来当人质 而这些白人民兵这么干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听特朗普抱怨 这两位州长执行的居家隔离令太严格 不允许民众出门 而这大大影响了经济的复苏 特朗普召唤民众想出门就出门 不必在意什么疫情 他很得意的说 我不是战胜疫情了吗 你们也可以啊 据说美国的民兵已经有两个师全副武装 准备在特朗普大选失败之后 马上占领首都 占领那些蓝色州的首府 搞一个军事政变 考虑到特朗普的言辞 可以鼓动一些白人民兵策划去绑架州长 那么他的言辞当然也可以鼓动更多的民兵参加这场政治骚乱了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特朗普在竞选初期曾经预言 美国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委内瑞拉的场景 他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委内瑞拉的场景是什么 但是我们都知道 委内瑞拉在一段时间内 在选举之后 曾经出现了两位总统并行的局面 当时美国还想利用这个局面 进一步干预委内瑞拉的局势 可惜美国支持的那位总统 因为没有委内瑞拉军队的支持 最后还是失败了 所以联想到如此 那么美国如果这一次大选之后 特朗普败选 而又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其实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美国的内战 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北战争 他的直接导火索其实就是当时总统大选 1860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林肯 虽然赢得了各州选举团的多数 但是在绝对的选票上 却输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美国南方的各州于是便准备企业 最后导致了战争 今年美国到大选之后 会不会出现新的社会动荡呢 我们还需拭目以待